歡迎收看菲律賓的日子 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今天呢 就是我們想要來一秒穿越到日本 因為現在你知道就是疫情嘛 我們哪裡都不能去 所以呢 今天就是想要來帶大家 因為畢竟我現在人在菲律賓 所以呢 就要馬上穿越到日本啦 你跟著我走吧 我們現在已經一秒來到了日本了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就是在那個 馬尼拉這邊有一個小東京街 那我其實之前來這邊的時候 我都會吃它的日本料理啊 或者是一些臥壽司 但是我沒想到就是 這邊竟然有一條就是 日本的街道 然後聽說裡面有一家很厲害的 就是和牛料理 是吃燒烤的 如果說你是喜歡吃燒烤的朋友 聽說這邊不錯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吧 走 今天我們要去的這家餐廳 Yakiniku A5和牛專賣店 它是位於馬尼拉小東京這個區塊 只要在地圖上搜尋LITO TOKYO 就可以抵達這邊囉 店外有一個紅紅的大鳥居 從鳥居進來 就可以看到這家餐廳啦 那現在先來點餐的話呢 就是剛剛看了一下它的Menu 我是覺得說 可以點它的 有一個雪花牛啊 然後還有一個是比較 上等的雪花牛 然後來吃一下它的差別 也可以再點個 牛舌 因為其實很多日本人 他們都會點牛舌 他們牛舌其實算是一個 也不算開胃菜 就是比較前面可以吃的東西 牛舌的話它裡面的 含著脂肪會比較少 所以其實吃起來就不會那麼的膩 因為你後面要吃的肉 就會比較多的油膩感 再來點一個 欸你們看 它還有那個和牛的那個 握壽司 那它後面的話呢 像是它也會有韓式的 它其實也有一些小小韓式 像是譬如說石鍋拌飯啊 或是生牛肉拌飯 感覺蠻好吃的 來點一個石鍋拌飯好了 開胃菜的話 它這邊的話還有像是平時說 涼拌菜拼盤 泡菜拼盤 對 那就先點進來吃吃看囉 這邊要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是不吃牛肉的人 其實也是可以來這邊 像這邊的話 他們有一些類似香腸啊 雞肉 烤魷魚 還有豬肉 點一個豬肉好了 好了 就點這些 等它上菜囉 這家Yakimiku 是一間原汁原味的日本餐廳 老闆是一位年輕的日本人 滿滿的日本精神 對於許多細節都非常的講究 店內大多食材都來自日本 都非常新鮮喔 終於上菜了 那我們剛剛有點到 像是這邊有牛舌啊 然後還有上等的和牛 還有這個更頂級的和牛 就是我有看一些日本的節目 他們說說你要吃燒烤 會建議可以先從舌頭開始吃 因為其實舌頭的話呢 它的油脂不會那麼多 所以相對於你就是 一剛開始先吃清淡一點 算是開胃 超厚的一塊有沒有看 這是厚切的 所以先烤一下舌頭好了 那這家店其實還滿好 就是它的話就是 用碳火下去烤的 所以你在吃的當中 你也可以吃到一些 碳香味 你可以選擇的是有 可以用胡椒鹽的 或是你可以點有那種醬子的 其實都可以 主要就是看你個人的味道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呢 我比較喜歡就是 胡椒鹽的口味 因為我覺得胡椒鹽的話 比較可以吃到 肉的本身的那個味道 但是我有點另外一個 和牛是醬子的啦 我們就來試試看 看它到底味道如何囉 那現在等它烤熟啦 終於烤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它牛舌真的很美耶 看到嗎 就是它烤完以後 就會這樣盛開 然後剛剛我們的小編 他說牛舌不要吃很熟 所以它是烤五分熟 現在吃一下看看好了 超多汁的 非常的多汁 而且吃起來 不會有那種油膩感 因為它的話其實剛剛已經有 加了 海鹽了 所以其實不用再去加另外的佐料 是真的好吃耶 而且它咬下去是那種 因為有一些那種 牛舌吃起來會脆脆的 可是它的話其實算是蠻嫩的 可是它的外圍的話 是有那種Q度在的 所以每一口咬下去的話 你會知道它的嚼勁 然後也有牛肉汁 就會慢慢的滲透出來 我覺得這是好吃的 這個應該要點一下 而且真的建議大家不要烤全熟 因為我這個的話大概是在 這幾分熟先生 他說大概五分熟左右 每一口都有那種肉汁盛出來 超好吃的 嗯 好像在日本的感覺喔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吃看豬肉 那豬肉的話呢 它的話是屬於那種 有一點點油花的 我覺得在菲律賓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們的豬肉 嗯 我會建議就是要有點調味 因為畢竟它們的豬肉有一點點的燒味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豬肉口感好了 那為了要證明就是看它的豬肉口感 跟它的質感好不好 所以我也是選擇了就是用胡椒鹽的調料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是點那種就是醬汁醃漬的話 也是可以啦 可是就你沒有辦法吃到就是豬肉本身的那個它的味道了 剛剛就是我有點了一個十鍋飯的飯 那它裡面的話就是有豆芽菜啊 還有菠菜 還有飯 還有肉肉 還有泡菜 那我們先把它攪一攪 然後還有一顆蛋啦 那現在來吃一口 看好不好吃 因為我們大廚在幫我們烤它的豬 所以呢 現在先來吃一家飯好不好吃 非常的韓式欸 我覺得它的鍋子的溫度剛剛好 因為我不知道 或者是我剛剛一來的時候我就開始翻 有時候我比較不喜歡吃那種就是 已經太多的鍋巴 因為太多鍋巴的話容易卡牙齒 剛剛好我覺得口感蠻好的 而且它不會很辣 因為我個人是不喜歡吃辣的 所以呢 這個辣度 甜度 硬度 還有味道呢 我覺得都還蠻剛好的 會建議大家可以點一個韓式飯飯來 就是大家可以share的吃 那我們剛剛點那一鍋的話 大概可以裝三碗 就用這個的話可以裝三碗 量是蠻足夠的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它的米呢 不是菲律賓米 因為有時候在這邊的話 其實多數都是菲律賓米 我個人是不愛菲律賓米的 它這個米我是想 應該是日本或台灣的吧 這邊的話你可以就是考了 看你啦 我的習慣就是黑的才會換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 考一道菜就要換一個網子 就看你的習慣 那剛剛我們已經考好我們的屯了 豬肉的話呢 你就可以吃它的原味 或者是他們有提供 像是這個就是 break paper 還有就是 salt 自己看你自己個人的習慣 你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那我的話 我雞尼米我倒很喜歡吃 胡椒啦 好那我們來加一點 那個鹽吧 應該是海鹽吧 因為菲律賓米海很多嘛 就是隨便海邊撈一撈海水 然後給它煮乾就有很多海鹽 這次亂講 來吃一塊它的豬肉了 沒有豬燒味耶 一點豬燒味都沒有 這一點豬燒都沒有 好好吃耶 我覺得如果說不吃牛肉的人 也可以來這邊吃它的豬肉 因為它的豬肉剛看 就是白白的好像很多 但其實它並沒有吃起來那麼的油膩 因為有時候吃起來油膩 就會覺得好膩好膩喔 但是它的豬肉真的一點都不膩 那現在吃完豬肉呢 我們來吃一下它的 和牛好了 和牛算是重頭戲 我現在這個木頭的這個和牛啊 它是上等和牛 這個有醃漬的呢 這個 它是更高級的和牛 因為它這樣上面有多個級 好啦 那我們來吃吃看 就是它的口感差別 先吃原味的好了 我忘記烤這個和牛 就烤下一個 要開始吃我們和牛了 和牛的話我建議可以先烤個五分熟 跟你們說就是和牛的好吃 就是咬下去那個瞬間 你看會不會噴油 欸你們看 欸真的入口即化 超嫩的 超嫩 而且滿嘴的油就這樣爆出來 爆出來的油裡面 你會吃到它的那個牛油的香氣 欸真的很好吃 好你不能吃 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 真的很好吃欸 我都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真的很好吃 欸真的很好吃 好嫩喔 我現在這一片大概是七分熟 我們這個烤烤看五分熟好不好 可以嗎 欸真的很好吃 你知道我現在我的腳下面在晃 因為這是那種雀躍你知道嗎 我來到貝律賓 現在第一次吃到最好吃的牛肉 真的第一次吃到最好吃的牛肉在這邊 而且我之前有到BGC去吃 我全長真的是瘦瘦 可是因為牛肉好嫩好嫩喔 然後剛剛吃的是原味的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就是有醃過 看吃起來口感如何 不要點有醃過的 醃過的話其實也是好吃 但是我可能我自己吃東西的味道很讚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有一點鹹 吃起來的話其實比較沒有牛肉的香氣 就剛剛這兩個比較的話 我會喜歡就是上著牛肉 因為它沒有加任何的調味 像剛剛豬肉也是 我自己個人是喜歡吃原味的東西 然後去沾一點鹽巴醬配個吃喔 我建議大家其實可以再點一個冷麵 那冷麵的話呢 它有配一個醋 為什麼要吃冷麵呢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畢竟和牛它的油會比較多 那你如果吃起來會覺得 嗯...想要去油解膩的話 可以點一個冷麵來吃 然後它的冷麵呢 那我也是大哥 它的冷麵呢 裡面就有一顆蛋啊 然後還有滿滿的蔥花 我要選擇日本人的吃法這樣 酸酸的 它其實比較不像是那種 韓國的冷麵耶 我覺得吃起來感覺不一樣 它的麵條很Q喔 真的是很Q的有沒有看到 就在剛剛一瞬間呢 我們的小編又把我們的雞雞烤好了 雞肉啦 你要大廚一下小編嗎 他半抱怨我 就是都沒有介紹他是大廚 大廚我們大廚 老實講 其實我覺得菲律賓最好吃的肉就是雞肉 因為他們雞肉呢 雖然毛都清潔得不乾淨 但是雞肉我覺得吃起來的質感是好吃的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在菲律賓很多的餐廳 其實你常常都會覺得說 媽啊進去就是油鹽味特別的臭 但是這一間喔 完全沒有油鹽味 我覺得這是非常加分的 因為你們不覺得就是吃完飯 但如果你吃那種油鹽味是一個非常讓人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很臭很臭 他應該是用雞腿肉 他剛剛來的話是一個雞腿 嗯 很脆 嗯 真心嫩 他的雞皮也可以吃 因為剛來雞皮上面都沒有毛 所以可以吃一下 因為日本燒烤就會單純的烤一個雞皮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吃 你看我們大廚真的超厲害的 一定要跟他 跟他額熱一下 你看他烤的這樣子有點焦焦的 切切焦焦然後肉軟軟的 大廚說要跟他額熱一下 他好懷念就是去日本玩的時候 然後去他們的居酒屋 然後都會點一些啤酒啊 雞皮來吃 欸真的很好吃欸 而且味道剛好 這是真的日本味道 也不會鹹味 其實也不會那麼重 沒有那麼鹹 油的話是本身他的油啦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有抓到就是 日本的精髓 我們大概吃到一個段落了 像我們剛剛吃了兩份和牛 還有豬肉 還有牛舌 你看像我們這樣吃起來 我覺得價格也不會貴欸 這樣吃起來的話 價格大概這樣子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吃一個 讓你覺得很像在日本的感覺的話 我會建議可以來這邊吃一下 他們的牛肉 他們的話第一個精緻 價格也不貴 然後再加上他的量也算是蠻多的 像我們剛剛點了這一堆 然後我們是三個人吃 其實大家都還蠻飽的 我會建議大家真的可以來這邊吃一下 在菲律賓你想吃到真的好的牛肉的話 我真的會建議你可以來這邊吃 那你如果說吃到後面的話呢 就是差不多ending的話 我建議可以吃一下他們的小菜 我剛有看到他們的小黃瓜 我覺得是蠻厲害 就是呢 我不知道你們看有沒有看得到 他的小黃瓜裡面有紅紅的對不對 他竟然把蘿蔔絲塞在裡面 就是小黃瓜搭配紅蘿蔔絲 我覺得真的是 第一次看到還蠻奇特的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在那個小東京 小東京旁邊你知道就是有一個拱門嗎 拱門直接走進來 那剛剛大廚說記得看完影片要幫我 點讚分享跟訂閱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